因為我老公昨天叫我去照鏡子 在我跟他說 我想要吃蚵仔麵刷之後 是半夜吃嗎 宵夜嗎 他就傳WeChat給我說 你要不要去照鏡子 可是他的意思有可能 有可能是因為你自己會念... 對 所以剛剛你們聊到胖的事 我真的沒有辦法計畫 因為我昨天都也被這困擾 可是老公講這麼的話 也滿過分的耶 可是無論他是不是在開玩笑 我就一直在思考說 那我要回他什麼 還是我應該讓他知道說... 老公只要回傳說 我會幫你買芭樂回來 這樣就夠了吧 他沒有這種智慧 不是 問題是他最後買了沒啊 他買了啊 然後你也吃不下去對不對 邊吃邊哭也演得出來 老公那天轉電視喔 他就轉到一台說 哇塞 他就說 那個誰出來看 你臉大得很誇張耶 然後我就想說真的... 你先生看不出來這麼會講話 對 他在家很會講 因為他刁人的功力真的是 所以他是很怕你變胖是不是 他...不是很怕 他就覺得我是胖子 然後會... 每次就是我們在睡覺他抱著 他就這樣 心情就差了 可是他還會抱你啊 他如果真的不喜歡抱你 就不碰你了 所以我要一直正面思考是不是 妳只好這樣 因為人生就是這樣子 因為像我老公也會抱我 然後就捏我肚子說 嘟嘟... 然後我想說 我跟他說你走開 對啊 然後他就一直說 好啦... 然後我就... 所以他根本不覺得你有... 應該受傷啊 然後他聽起來好像覺得 這很可愛的樣子 他就覺得自己在跟我打情罵俏 可是我跟他說 我真的笑不出來 他真的有耶 然後他就有點怪妞臉 說可愛啊 皮 就剛生了小孩的時候 他就會摸我肚子在那邊 就是像那個... 不知道 自以為可可愛 然後他說 這些肉肉長在別的地方 真的有多好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 剛才你屁事 對啊 又不是要給你摸 你擦什麼嘴啊 你知道 好 好